明天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陳時中 上午出席記者會女一力挺他 有超過30位的女性醫師也來齊聚現場 加上今天是醫師節 大家紛紛的來推薦 認為陳時中是非常適合的台北市長人選 不過對手蔣萬安是批評陳時中 在有成立的時候就搗亂 而且他另外一位對手黃珊珊說 這個藝衝不變 藍綠批評藝衝不變 是最大的政治謊言 對此陳時中的最新回應帶你來聽 大家都知道 那個在之前大部分在中國生產 生產線在中國沒有辦法移回來 所以整體都是從中國進口 可是中國也停止出口 那我們這邊當然要自己來製造 在最短的時間把口罩做出來 連這樣都要講口罩之亂 我覺得講這話的人良心何在 那是大家在政治上的感覺 那能夠開工當然很好 可是這是我記得是在好市長的時候就開始規劃 然後林副市長那時候跟林周明那時候就通過了相關的計劃案 然後這三年也努力的讓他開工 那當然很好有進步都是好事 但是也沒有進步的太快了 可以聽到姊誠中表示說 相關的防疫作為大家真的是非常努力 也反問這樣子的批評到底是良心何在 那另外針對這個疫情不變的狀況 他說這確實是大家的感受 因為臺北確實有停滯不前 他也端出更多的政策 希望可以說服選民他是最適合的人